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七百六十六集 于笑是现学现卖 再加上紧张又闷在被子里 不一会儿就已经是满头大汗 而且路白好像喘得很严重 会不会是不舒服 于笑又从被子里爬出来 你还好吧 我 我不太会 他声音轻得像棉絮一样 小脸不知道是被热的 还是因为害羞 红得跟个大苹果似的 又可爱又迷人 彼此坐 路白挑起他的下巴 让他和自己对视 两个人四目对上 彼此眼底都异常的亮 男人眼底是闪烁着难耐和狂热的激情 女孩则是羞涩又激动 看到路白眼底惊人的欲望 于笑的内心是开心的 激动的 就好像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收获那样 嗯 于笑不敢看他 羞懒的点头 尽管于笑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听到这个答案 路白的内心还是激狂而清洗的 毕竟他不是圣人 他会介意 他会吃醋 他甚至会因为于笑不爱惜自己而恼怒 自责 愧疚 如果他能把于笑保护得好一点 不去伤害他 他也不至于堕落自己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 把自己重要的第一次随便交出去 当然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路白翻身将他压下 从哪儿学来的 啊 这个 路白握着于笑的小手 给他指引 于笑这一下 连耳根都红了 我 我 我 网上查的 莉莉走了之后 他斟酌再三 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些 关于取悦男人的方式 不过网上有些他看不懂 就直接在网上发帖询问 请问 想让男人舒服怎么做 于笑忐忑不安地 将问题发了出去 很快的 吃瓜网友就回帖子过来询问 诶 说清楚 指的是哪方面 就是啊 比如说是吃得舒服 还是玩得舒服 或者睡得舒服 于笑这才意识到 自己问得太含糊了 联盟回复解释 就是 呃 那种 哎 这个好办 买个片子回去学是最简单 最刺激了 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拉灯 扑倒 滚床单 扑倒算什么技术活呀 咱得来点浪漫的 比如 先一起洗一个鸳鸯浴 然后喝杯红酒 调调情 亲个嘴 摸个腿 含个头 撩个腿 光是浪漫还不够 还得来点带技术含量的 掌握几个姿势是必要的 姿势取决于女人在男人面前的风姿 所以一定要掌握好 比如 女上位 飞飞服 野马月 杨尚树 这些都是男人爱不释手的姿势 可以参考一下 于笑当时面对手机屏幕上的这些词汇 直接懵了 完全就是看不懂的节奏啊 打住 那个 我没有咬到你吧 我听网上人说 咬到会很疼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轻得就差要听不见了 陆白呼吸一重 只是听他的声音 看他的样子 陆白已经欲罢不能了 于笑间他不说话 以为刚才真的弄疼了他 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不会真的弄疼了吧 我看看 说吧 他就又钻进被子里 陆白拿他的可爱和无知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他一把捞上来 炙热地吻 铺天盖地地吻住他 于笑愣政了一下 但下一瞬又回过神来 双手还住陆白的脖子 仰头热情地迎合他 吻着吻着 陆白突然停了下来 等我一下啊 我去楼下买个东西就来 买什么 傻瓜 还能买什么 等我啊 很快 我不要用那个 不行 我们必须用 他的身体 接受过无数次治疗 绝对不能要孩子 我不要 我不要用那个 我想要生个孩子 你的孩子 于笑起求地看着他 眼泪在眼底打转 陆白毫无征兆地失踪 已经在于笑的心底 留下了阴影 他太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 大胆地想要个跟他的孩子 留下他的牵绊 他会不会 就不会再消失了 或者 就算他消失了 至少还有个他的孩子 陪着自己 不行 你刚出院 身体里的药物 还没有排除体内 不能在这个时候 要孩子 幸好 陆白有这个借口 可以说服于笑 不然 他真的不知道 该拿这个执拗的小丫头 怎么办是好 于笑眼底 按了一圈 那等我身体好一点 我们就要个孩子 好不好 好 别去买了 我这里有 于笑从床头的抽屉里 拿了一个彩色盒子出来 陆白的眉心一跳 他这里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心尖锐地痛了一下 他刚刚说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吗 所以 这个 应该是为其他男人 准备的吧 和别人在一起 他是不是也像刚才那样热情 也像刚才对他那样大胆 这张床 是不是还睡过其他男人 一个一个的问题 不断地从脑海里蹦出来 陆白觉得胸口闷得难受 快要窒息了 可是 他又有什么资格在意这些呢 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不是吗 如果不是他狠心把于笑从身边推开 一次一次这样伤害他 他又怎么会 想到这里 陆白在心里 沉沉地叹了口气 于笑看出了陆白心底那点小心思 却故意装作不懂地问他 怎么了 陆白无言 只是扶手稳住他的唇 联系地亲吻着他 于笑知道陆白心里 建议自己不是第一次 却又不肯说出来 他这一会儿 心里说不出有多开心 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陆白还是在意自己的 真的在意 陆白吻着于笑 唇仪在他耳边 低哑着声音问他 真的不后悔吗 不后悔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永远都不会后悔 我们的未来 可能会很短暂的 甚至可能就那么可怜的几天 又或者可能就是明天 于笑一阵 然后说道 没关系 哪怕是一天 一小时 一分钟 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了于笑这句话 陆白再无顾忌 在床头摸到那个小盒子 拆开 从里面拿了一个出来 交给于笑 帮我戴上